现在呢把这个条文呢基本上讲完了 是吧 我再说一遍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它的这个方译呢 因为桂枝汤危机处方的 所以它一定有呢调和阴阳的作用 正好针对呢渗的阴阳两虚 来起呢这个治疗作用 关于生龙骨生牡蛎 它是重症作用 也是浅钠的作用 是不是啊 所以呢它能够浅阳啊 舍钠呀这样的功效 下面呢我想呢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那个穆玄法洛的问题 穆玄法洛的问题 因为这个我刚才强调的是 五脏六腑之精华上注一幕 再有一个呢就是肝开窍一幕 肝藏血啊 是吧精血亏损 关于血的问题还和肝相关 肝藏血 肝藏血的问题 那个法洛的问题 法洛 你比方说呢 说这个血之鱼为法 那么呢也为肾所主 肾所主这问题 肾所主呢因为它生肌根源于肾 七化在法 他七化在法 所以当精气夺则虚 精气夺则虚 因此精血 巨亏 它就表现为木玄法洛 首先表现为这个 到不一定一下就脱光了 它是逐渐的 是不是啊脱发 马上最后呢可能是 都掉进啊 就有的干脆就 要不是怎么那个外面那个广告 打什么101生法经了 又生法业了 中医的办法 就得从滋养精血上来入手 对不对啊 至其本 再虚劳范畴 再虚劳范畴 就刚才我讲呢 由于肾的阴阳两虚 特别是阴损疾阳所造成的 包括他 张宗景自己都有话 第六条说 阴寒精自除 所以他这个 作为施经家本身 肾阳虚 以及呢阴损疾阳 这个道理呢 好像呢 就是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了 所以精血衰少啊 这个外 这个肾阳虚造成的外寒 都是这样的阴损剂啊 那么下面我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 在临床应用上 一个呢 就是关于他这个 浅阵症纳的这个功效 对于虚劳的一些 施经啊 特别是心肾不骄的这种情况 因为阴阳护根 水火护记 升降的协调 你要是心肾不骄的话呢 就是 属于那个 肾的阴阳 两虚 而导致呢 心肾不骄 阴阳失去维系了 水火失欲护记 当然他就 出现了一些啊 这个失调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呢 就是这个临床 除了 主治男子 实经 女子梦骄以外 还应该呢 知道一些常用的 不管有梦无梦 疑经证 都可以作为基础方 再就是呢 妇女的代下 妇女代下 如果呢 属于这个肾虚 肾虚 这个情况呢 当然要如果是 肾的阴阳两虚 不光是 女子梦骄问题 包括代下症 这是属于呢 一种收色浅纳的 这个作用 和调和阴阳的作用 当然要是属于 那个偏于 这个湿热的话呢 后世有这个 义黄糖 义黄糖 就是父亲煮的 那么属于脾虚的 那种白带呢 偏多呢 那他有那个 丸奈糖 也是父亲煮的 那在咱们福克里面 都讲过 现在我要说 是属于 甚至阴阳两虚 不能够舍纳 属于虚劳长期的这种 伴随着腰酸啊 疼痛啊 但是一定是虚寒酱 才能应用 这样一代下症的 再有一类呢 就比方说 属于这个 既阳不顾 又阴不能内守的 刚才讲了一个 阴阳 那个隐蔽 巨虚的那种 道汉 是不是啊 我们举了 可以贵枝加什么呀 龙公母离汤 这个一定是 阳不顾 阴不守的这样的 所以他才说实用 除此而外 比方说在妇女 产后呢 应该哺乳期呢 应该有充分的 这个 乳质分泌 结果呢 奶不够 回头 那他又漏奶 这呢 在综艺里面 可以叫乳气 这个内经里面 有的时候 那个比方说 雪蛇 他也写着这个字 但念不能念气 是吧 这个呢 乳气 就漏奶 这本来这个 这个乳质分泌啊 不够啊 就够那个 很遗憾的了 回头呢 他在呢 又存不住 该小孩吃的时候呢 他又不够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 桂枝加龙公牡蜜糖 调和饮药 也调和阴阳 浅真舌道 浅真舌道 还有呢 就小儿一尿 小儿一尿 如果属于肾的阴阳两虚 采取这平调方法 还是很好的 很好的 当然小儿一尿啊 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的 那么 等到讲这个 一尿 比方说 虚寒肺尾的时候 讲 上虚不能至下 干草干甜汤 那又是一种类型 我现在讲的这个呢 是肾的一氧两虚 十条的问题 完了呢 用舌脑 当然应该在这个方的基础上 加一定的所尿的药物 比方抑制人啊 是不是啊 桑飘消啊 甚至于补骨脂啊 还有呢 像五味子 这样类的药 山鱼肉都可以的 但在西医里面 比方说他有的时候诊断 说是脊椎裂 不完全 有时候 ISPN上看 也看不清楚 他认为小儿一尿 脊椎裂 很简单的 实际他也没有办法 而中药里方呢 对这个呢 还有很多 是不是啊 现在说 桂枝加龙公母里 他对这个有意义 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介绍的呢 就是说 小儿肺炎后期的 这个 患而体弱 那个肺部的病灶啊 长期不能吸收 表现的 这个 心阳不振啊 这个 正须斜炼啊 就须多时少的这种情况 桂枝加龙公母里糖 有一定疗效 这个道理在哪 所以有的时候 越是虚症 越应该考虑啥呢 要不要用尽 要摔弃大半机制 有的时候 现在西医啊 他 尤其我们学校的西医同志们 他们已经理解了 那虚症啊 不要要尽 让他调养 食补 让 适当的 什么换空气啊 给他一定的运动 我们桂枝加龙公母里糖的作用 就在于什么 调和阴阳 对不对 完了之后呢 潜震神啊 湖北打的那个广告 龙母撞骨冲击 龙母撞骨颗粒 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 所以小孩你看 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 又汗多 西医说缺钙 贵之家龙公母里糖 比单纯补钙 或者补了钙也不吸收 好在哪里 挑颗阴阳 又有浅尘舌纳 完龙公母里嘎了瓢 他怎么不补钙啊 而且我现在已经发现 给小朋友 吃的时候 那家长都反映 可爱吃饭了 吃药一点不打醋 为啥呢 他那个龙母窜口冲击啊 他里头肯定有那脚味剂 没什么意思 然后呢 你就给他办到周里 补钙吧 确实是应该是 配餐用 为什么有的人吃钙的话呢 哎呀 我也不吸收 我也不怎么的 你看美国那个大概片 他在那个用英文表述上 都是告诉你 配餐吃 或者餐后马上用 钙的吸收才有效 我特别看了一期的 就是关于如何补钙的电视节目 我觉得他讲的很通俗易懂 作为这样的一个医学常识的问题 他怎么交代的呢 第一讲补钙的意义 那就是说呢 特别是妇女 在更年期前后的时候 那个需求量是很大的 她平均每天的1000毫克左右 如果咱们食补还得吃的 按照含钙的食品吃 一天也就是能补进去400毫克左右 缺口不小 所以这个补钙吧 还是这样的 另外你选的这个钙 应该适合你的体质和要求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呢 吃饭中间给 所以龙骨 我刚才说龙骨创骨葱鸡 就是给小孩 粥里头夹他一勺 小孩很随意的就吃进去了 他也就汗就少了 愿意吃饭了 体质健壮了 他也不愿意得病了 假设说是小孩 肺炎后期 恢复的会上缓慢 那么呢 就这个 有这个这个疗效 实践关系 把这个方子呢 我就讲到这 现在要往下讲的呢 就是什么 天雄伞方 天雄伞方和别的方呢 不一样 我说的是体力啊 可不是说的它那个 别的 天雄伞方的这个体力在哪呢 它是呢 这个条文 桂枝加龙骨牡蜜汤 组织 然后呢 后边就紧跟着 是天雄伞方 因为咱们现在是呢 作为讲义呢 条文之后 方后注之后 马上就失忆 就隔开一大块 如果是圆柱 你打开是个什么情况呢 比方赵开美那个本 圆了 打开是个竖板 对不对 竖板呢 就像是这个刚才咱们念完这个条文以后 桂枝加龙骨 男子世界女子梦教 桂枝加龙骨牡蜜汤组织 完了了 桂枝龙骨汤那东西就出方了 方后注完了 咔一下子天雄伞方 怎么怎么怎么的 你们觉得这条文 是不是就像少点什么 这天雄伞怎么冒出来的 现在没有文字考证 但是我在什么上看见的呢 三种古文的 有湖南的 有陕西的 还有是他自己在序里说 他是张宗景的四十六代孙 叫张绍祖 完了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咱们解放后 政府鼓励 是不是能够把你的秘方啊 或者什么什么宝贵的经验呢 献出来 他是这么样献出来 让咱们看到了 哎 你别管他是怎么传操 或者是后人添加 但是这个条文里头 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就这条 他写的什么呢 男子世界女子梦教吧 桂枝加龙骨牡蜜汤组织 分号 天胸散 仪组织 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呀 同病一致 一正两方的形式是一样的 这听明白了吗 所以呢 现在也有人认为 是不是真是有天胸散 仪组织的字 完了 而丢掉了 不然的话 他不会出现 像咱们以后再讲 到谭隐轻症的时候就说的 林桂猪肝汤组织 分号 完了呢 是肾气丸 已组织 所以现在这个呢 我不敢说 他是不是应该是天胸散 已组织 但是现在我请大家看 天胸散的组成 和他的那个功效 天胸散的组成 天胸三两是抛的 然后白猪八两 桂枝六两 龙骨三两 上四位 楚为散 九伏半前 比日三伏 不知 稍增之 不行 可以加料 然后教堪 方药考说 此为补羊 奢阴之方 和我刚才说的 桂枝加龙骨 母蜜汤的功效 是很接近的 是不是啊 也是一种呢 对阴阳进行 调补的一个方子 而且呢 对于怎么样 阴不内守 阳不顾 进行奢纳 浅阵奢纳的 这 治男子诗经 腰息冷痛 腰息冷痛 所以呢 这是我在湖北 进修学习的时候 听李金庸老师 介绍天庸散方 和桂枝加龙骨 母蜜汤的 关于教堪问题 他提那个呢 怎么教堪 我就不说了 我现在说天庸散 如果说 主治诗经家 他和桂枝加龙骨 母蜜汤 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可以说 一正两方 前面已经我说了 从文 这个这个 男子梦 时经 治疗梦仪的 相对来说 这个就是 无梦而移 治疗移经的方式 我亲自呢 在临床 治了好多 男子不育症 用的什么 家卫天庸散 请大家去注意 家卫天庸散的组成 就对男子的 这个不育症 精子的数量质量 不好 那么那里面 他当然 那组成比这多 装圣阳的药啊 比较多 那么咱们就说 天庸散的原案来看 天庸是什么呀 为什么一定要抛制呢 他是属于和 我们讲的什么 乌头夫子啊 是同一类 同一类 因为我是讲宗耀的 我就讲那个 宗耀比较 那个通俗易懂的内容 因为给本科教学 这个比方说 这个主根 是乌头 主根是乌头 他的侧根呢 就是什么呢 夫子 再孙子辈 就是什么呢 叫侧子 这是老少三辈 就这种关系 主根长得粗大的部分 就是乌头 而长出来的那个呢 侧子就是生出来的 儿子辈是叫夫子 孙子辈就叫侧子 不生育的 独个让自己 就叫啥呢 偏雄了 所以呢 都是大新大热之品 而且都含有什么呢 乌头茧的那种毒性作用 因此必须抛制 那么呢 在他那个时候 他是用密 现在这个方里面写 那么现在就是同等 长时间的高热 不破坏乌头茧 因此呢 作用力不减 但是呢 取其性 破坏其毒 毒性呢 破坏毒性 所以下面我们来看他这个方姐怎么讲 本方千斤至五劳七尚 外台至男子十经 方中以天雄贵枝白猪 来呢 温补宗阳 我一说天雄是什么 大家就明白了 心热之品 配合白猪和贵枝 看来是温补谁呢 宗娇匹 对吧 振奋匹阳 那么以龙骨来收敛蛇精 少了一个母粒 他也是生龙骨 来呢 收敛蛇精 所以呢 本义 这是哪个著家呀 威力童 就讲百合能治百合病那个 是吧 卫士 他说呀 天雄一方啊 存以温补中阳为主 以收色肾精为精 但方中天雄一贵之 均为心热温散之品 非匹慎阳徐者 实精 切勿轻易使用 因此这个说明白了 是吧 贵之家龙肝母粒汤 强调的调合阴阳的作用 一定是阴笋即阳 是阴虚为主的话呢 导致到阳虚 是不是啊 现在是一定是怎么的呢 也是阴笋即阳 但是以阳虚呢 为重 他通过呢 补匹 补后天 来滋养先天 是这么一个道理 要是家为天雄散 不光是心热 当然心热之量 心热药物的量 没这么大 但是呢 温肾 壮阳的药 比这多的大 又大又多 所以下位天雄散 请大家下去自己看 时间关系呢 我在这里就不讲了 这是今天呢 这个第八条 首先讲的是 肾的阴阳两学症 用贵之汤的作用 调和阴阳 是吧 浅阵舌闹 所以对于这个 时眠 心身不骄 也可以知道 我在这个 临床应用上 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这天雄散呢 我也算一个方 给大家介绍了 我写到这儿啊 也就是说 这个天雄散 不是林毅等人家的富邦 是在呢 自理行间 是张东领自己的 你要说 它是不是一正两方 我刚才已经分析了 仍然是肾的阴阳两虚 但是它和前方的比较呢 又偏于阳虚 那么呢 它从补脾入手的 补脾阳 来的滋阳 是阳 所以后来 加位天雄散 就是在这几方 基础上呢 它就变化了 所以更加有效 下面再要讲的 就是第十三条了 脾的阴阳两虚 十三条 十四条 莲银河起来讲 看第十三条 这个因为和上涵呢 有从无 我现在来看看 我们怎么讲 虚老理疾 鸡 虑中疼 梦时经 四肢酸痛 手足繁热 烟干口罩 小建中汤 主治 首先说呢 虚老理疾 关于这个理 病危在哪 这个呢 就得从房测证了 小建中的意思 是建立中气 治在中交 治在中交 那么这个急和刚才我讲的 少府咸急是一样的 一定是阳虚 生寒 造成的一种狙急 因此和后面提到的腐中疼 这个病位就应该定在中交 应该是哪疼呢 哪的腐中疼啊 丸腐部 这个已经说出来是疼痛 而且呢 是理疾 所以是居疾 疼痛感 这在病疾的认识上 就像我刚才讲 肾阳虚的话 它所生的寒 就在呢 肾阶所行的部位上 表现为啥呢 寒煮收饮 寒煮凝制 寒煮疼痛 现在呢 是痞的 阴阳两虚 痞的阴阳两虚 偏于阳虚 阳虚生寒 因此呢 在痞的 所主的部位上 是顽腹部 狙急疼痛 这个呢 就是 小建中汤的主治症 它的部位 一定是定在顽腹部 下面要说呢 肌虑 心肌 由于心盈 不能去营养它 所以表现为呢 心肌 表现为心肌 滤血啊 咱们这个讲义 看怎么讲呢 在第几行上呢 一二三四 第四行啊 我刚刚讲过 心盈不足 我说心盈不容 都行 它出现了心肌 那么关于这个 绿血呢 它把它说成是 虚热了吧 在上面 第一第二第三行 因虚生热 则绿血 阴虚生热 当然得是 热伤 阳落 它才能呢 出现内血 包括鼻虑和肌虑 是吧 它呢 从阴虚的生热上来解释 我认为呢 如果从阳虚来说呢 也可以 因为它病变部位在哪啊 前面就是痞 痞不通血 能不能虚血呢 也能 这就是虚症了 可不是热症 是阳虚 急虑 腐中疼 腐中疼 我已经说过了 下面就是呢 孟诗经四肢酸疼 孟诗经呢 还是择之于肾 所以肾刚才已经讲过了 是不是啊 它这个阳虚的话呢 它不能够保证那个肾经的内守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应该按照肾虚因不能内守 则孟译诗经 这个讲义也是这么写的 肾虚而因不内守 四肢酸疼 这个是阳虚 不达四末 特别是脾阳虚 四肢酸疼 现在呢 这个条文里面最后又讲到 手足反热 咽干口罩 这个是阳虚症 还是阴虚症呢 刚才我一讲了 阴虚就是五心反热 现在又半有咽干口罩 显然不是阳虚症 是阴虚内热症 整个条文呢 我已经顺下来了 咱现在说辩证的问题 有关脾阳虚的症有几个呀 虚老里记辅证疼 肯定是什么呀 脾阳虚而生寒的 是吧 刚才我又说了 比方说女血的问题 至少有脾不通血的原因 对不对 还有是啥呢 四肢酸疼 四肢酸疼 比方心计的问题 是吧 不管是心婴不足啊 还是心婴不容 对不对 心和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 木火土金水 是母子关系 心血不足 脾阳怎么的呀 不足 所以你看 看的是个心婴不容 心婴不足 因此他也应该说 是脾 也是阳气的不足 因此呢 你再看和阴虚内热相关的 有谁呀 手足凡热 咽干口罩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溢血 有一部分的认识是这样的 相比之下 什么为主啊 我说了 阴虚阳虚都有 既有阳虚生寒的症状 又有阴虚生热的症状 寒热交双在一起 我认为呢 偏于阳虚为主 也必须是阳虚生寒的症 为主的情况下 你才能用小电农汤 假设说阴虚内热症为主 阴损及阳 比方说 还能不能一小电农汤 面竹呢 所以在痞的阴阳两虚里面 它实际上是阳损基因了 是不是这样好理解 阳损基因 从哪儿治啊 你要是说 为了治寒 你用温热的药 对阴菌呢 有没有伤害呀 肯定有 反过来说呢 你要用肝寒 滋银的药 那么对于阳虚生寒的话 有没有妨碍呀 肯定不行 所以这样的矛盾之中 张宗年给交了一个招 从宗教而至 五脏之中 脾 在那个哪儿呢 胃中 居中 而且脾呢 是有一种呢 什么呢 管那个四脏 只要它运转好了 它这个枢纽呢 打开了 四运全都畅通 这个观点 因此呢 他说呢 既然是养损基因了 就不要把阴呢 阴虚内热 当作主要矛盾 而应该治其本 去救它的 脾阳虚问题 下面在理论根据上 我请大家注意 这么几个啊 看我能不能说明白 第一 灵书宗史篇 灵书宗史篇 他讲到了 阴阳聚不足 补阳则阴 阴阶 泄阴则阳托 就是刚才我讲的 那个矛盾之中啊 是不是啊 你要补阳的话呢 用温补药 对阴业来说 就有损耗 是不是啊 所以叫做补阳 则阴阶 泄阴 干含之品 泄阴的话 对阳虚怎么样呢 有害 所以呢 说泄阴则阳托 如是者 可讲语干要 又是一个原则性的 提示 就告诉你啊 在这种 阴阳两虚 是吧 寒热 挫杂的情况下 无从下手 治疗有矛盾的时候 怎么办 告诉你 从宗教而至 宗教 你是补 还是泄 还是清 一定要以 干要 干要 就是建立中气 是吧 这是第一 灵书宗史篇 这样的原则 第二 就是呢 关于住家 尤在经的看法 欲求阴阳之何者 必于中气 在七十十一页 第六行中间 新点位 欲求阴阳之何者 必于中气 求中气之利者 必以建中也 是吧 第三 我想说的呢 就是说 作用机制 为什么非得 置在宗教 而且要以建宗法 建宗法的目的是什么 这呢 就往下再推 两行 就是目的在于 建立中气 使中气得以四孕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那么呢 就可以使阴阳得以协调 那么这种寒热措达症 随之消失 这是把第三个 就是说 小建中汤 的作用机制 为什么就可以达到 建立中气 就可以使阴阳调和 寒热措达症 随之消失 这第三点 第四点 就是建中法 是个什么制法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小建中汤 黄崎建中汤 在福克三篇里呢 又引了千金的内部 当归建中汤 我们在第十篇里面 还有一个治疗 寒扇腐痛 或者说 治疗虚寒性 缝满 用它什么呢 大建中汤 四个建中汤 方药上有出路 但是可以统称为 纵景创立的建中法 那么这个建中法 含了哪些制法呢 首先再来看一下 小建中汤的组成 仍然是贵之汤方的类方 但这个方济中 主要是什么呀 方济学里面强调 一汤为主要 就是呢 所有的那个建中汤里头 都是一汤为主要 小建中汤里面 你看这个量谁最大呀 勺要六两 为什么 而且有制甘草三两 因为主政 抓主政抓的什么呀 虚老理疾 腐中疼 寒热挫大那么一大多 一系列的寒热挫大 而且是以阳虚为主的 是阳损耳基因的 主政是虚老理疾 腐中疼 是顽腐部的 狙疾腾痛不输 因此 勺要甘草糖 从中仍然是 缓急止痛之一 他把这个腾痛症 你得给治好 再缓解下来 是不是 因为这个方式 大家比较熟悉 而且我把这个呢 制方的这个依据 因此我们来分析 建中法 是吧 一定是有调中的作用 桂枝汤的类方里面 一定在有像 讲桂枝汤的那个调和之一 尤其是阴阳两虚症 是吧 是调和阴阳的作用 那么一糖也好 还是那些 肝味的补医药 这是内经里面 原则提示 一定要用一肝药 肝怎么样啊 能补 能喝 能缓 所以一定以肝味药为主 恰恰 切中病急 切中主症 是不是啊 阳虚吗 脾阳虚 那么这里面一定得有呢 补中 肝 肝味的补中 就是一糖的作用啊 是不是啊 那么包括那个肝草啊 大枣啊 都是肝味的药 所以补中之一 调中 补中 有没有缓中之一啊 怎么缓的啊 稍稍干燥 缓急止痛 温中之一 有没有温中啊 这么多干温之品 补一中胶脾胃 达到建立中气的目的 所以呢 所说的 建中法 是多种制法的综合 或者说总和也行 综合了哪些制法呢 刚才我说的 调中 补中 缓中 温中 才能够达到建立中气的作用 我觉得呢 张宗宁 是吧 他在这个 建中法不说 是吧 在这个主治 治症上 抓的也非常准 所以学纵景的方济 说学变病与辩证相结合 以辩证为主的 这种 临床诊疗的这种思维 实际上 毛总意义上说 也是方济辩证 来了 那个病人 错动复杂 你说 我要去治阳虚呢 哎呀 这个对阴虚还有妨碍 我去用干汗制品 治阴虚呢 这阳 这个也不行 怎么办 交给你了 宗教尔治 是不是 所以也是一种方济辩证 小建中堂 主治症是啥 告诉你了 就抓住它 虚老理疾腐中堂 完了再说 四肢算痛啊 还是怎么的啊 这不都是 匹羊虚的表现吗 关于阴虚呢 这咱说了 是烧带着的 一定是阳损 基因的 要阴虚症为主 那你真的先去给你资阴 是不是 至少也得养养未阴 好了 这是小建中 那么下面我们再说 黄旗建中堂 黄旗建中堂呢 就恰恰是 偏于 气虚 因为黄旗是怎么样啊 不气的 黄旗建中堂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黄旗建中堂 它是怎么一个说法啊 第十四条 仍然是论 匹的阴阳两虚 但是呢 一定是偏于气虚的 才能用黄旗建中堂 黄旗建中堂呢 就是在小建中堂的基础上 家用黄旗 条文叙述很简略 虚劳理疾逐步足 黄旗建中堂主制 逐步足都啥步足啊 是不是 已经是虚劳的这个范围了 这个理疾 刚才我分析的那个是一样的 就用那个虚劳理疾来强调呢 要建立中期的制法 它就应该具备什么呢 宗教阳虚的这样的一个主政 应该由理疾辅动 顽辅腾痛为重点 逐步足 那个这是一种省略啊 现在我已经讲到这份上了 虚劳到底啥不足啊 一阳一气血 隐位聚不足 它就到这程度了 虚劳到这程度了 而且呢 一定是一阳两虚 偏于气虚 是在脾呢 是吧 所以呢 从方测证 咱们就得补上 下面我请大家看什么呀 小字 玉小建中堂那家黄旗一两半 鱼一上法 就按照小建中堂法一样来说 气短凶满者加生姜 浮满者去早加福灵一两半 急疗肺虚损不足 补气加半下三两 这里头呢 有加减法在里面 我们本科教学里面呢 没有人去讲这些加减法 是吧 所以现在的话 我首先呢 还得强调黄鸡建中堂 它这个多出来的是什么作用呢 要说小建中堂的功效 我们概括的小建中堂 建中缓急调和阴阳 就不像叫贵枝加龙公母丽汤 强调桂枝汤的调和阴阳为主 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强调它建中气的作用 而且是它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中气 因此小建中堂的功效是建中缓急 我为什么把缓急写出来呢 主证是晚辅部的腾腾狙击不输 勺药又纵重到六两 所以这个呢 在方济上呢 大者为君 一糖量最大 是吧 而且是符合肝温补脾气 这样的一个治疗作用和目的 因此呢 在一糖为主药的情况下 同时体现少药量大也为君 所以才能共同达到 建中缓急 同时调和阴阳 那么黄旗建中堂加上黄旗的作用 就是温中补虚了 温补之力 补气之力 较小建中堂 明显 作用为主 因此呢 叫做温中补虚 这个功效偏于气虚了 下面呢 我简单说一下 它这个加减法 加黄旗我已经说了 补气啊 而且特别是我今天还提醒大家 贵制配黄旗的这个功效有四 这个配五 在这里面不重复了 要说气短凶满者加生姜 是什么意思 包括昨天讲 黄旗桂枝五汤 备用生姜 用到六两 心散温通之力 心散温通之力 备用生姜啊 这个也是对胃 这个对胃肠功能也是有很好的好处 温性而不是大热 温性 所以温补啊 来协助建中汤 其温补之力 这气短 那么也说了 你既然是气短凶满 和这个建中有什么关系啊 培土生金 一定得是脾胃虚寒 完了的废气的那个不足 气短呢凶满 就凶满或者凶闷 是阴虚而闷 阴虚而闷 它才能呢 在小建中汤的基础上 家用生姜的新温之性 新温之性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基础方没有变 建立中气 所以它这里头 取其培土生金之法 又有生姜的心散温通 生姜它也有 新温散邪的作用 这是关于家用生姜 扶满者扶闷者去早 甘温之际用量太多呀 就怎么样啊 令人踪满 还倒影响食欲了 所以不要用大枣了 它可没说把义糖去掉 对不对 这就是主要的作用不能变 你这个主方的功效才不变 去掉了大枣 加什么呢 茯苓 茯苓是补力兼优质品 蛋肾肝蛋 肾力的这个作用 补力兼优 补什么呀 健脾 力呢 力小便 所以这个呢 不耳不治 这个呢 去早加福灵一两半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下面我要说呢 疗肺虚不足 补气怎么是半下补气的呢 半下是新温造施化痰的药 去寒痰的药 他把它说成是 补气加半下 而且是肺的虚损 肺的虚损 这个呢 肺的虚损呢 它涉及到什么呢 就是肺气的这个 不散军液的作用 如果如果不散军液的 这个这个生理功能 要下降的话 就会生痰 是不是啊 这个 这个这个 对肺力宣降不利 因此半下 针对肺气不足 而生痰痰 那么用半下呢 来造势化痰 实际上呢 是减少或者去除 它的病例性产物 那不说的吗 脾为生痰之源 肺为除痰之气 对于能够解除 是吧 这个脾虚的问题 是谁的作用呢 黄气溅冲汤的作用 加半下呢 是为了解除 它的病例产物 给肺的不足 肺气的伪弱 包括咱们要将来讲的 虚寒肺微 肺气伪弱 要用它化痰 把病例产物取除 因此呢 对肺的这个局部来讲 也是 补气不足 心温嘛 补气不足 心散 绕绕的造势化痰 半下可是啊 三个作用 对肺气特别有利 不要光看到 心温啊 温灶啊 心散温灶的之性 对痰食这种病例产物 它有几个作用呢 造势化痰 能不能降溺啊 半下有降溺 消脾的作用 是不是啊 另外一个 因为它有毒 它不是备用生姜吗 生姜和半下 也有一个什么呀 小半下汤的组成意义 生姜解半下毒 半下得生姜 增强 降溺 止藕 和这个化痰作用 所以肺呢 既要向外宣发 靠心散 同时又要靠什么呢 塑降功能 所以对肺气来说 是一个补足 这个解释呢 就共作参考 因为咱们的讲义 包括参考书 全没有解释帮后入的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一个黄旗建中堂 作为之对脾气宗教的 这个常用方 现在我们说 这个静贵要略是方书之祖 它对创制的经典方纪 对后世重大影响 是不是啊 这个就是补义脾胃的祖方 小建中堂 黄旗建中堂 补义脾胃的祖方 从此开始 所以申得这个精旨呢 是李东元了 李东元又接着 又创制又发挥 是吧 我现在呢 这个关于小建中和黄旗建中吧 这到14条 今天讲的有关变成实质的内容 本意现在讲到这儿 一共三条 讲了一个第三条呢 卖相总啊 我觉得呢 这现在大家能不能琢磨琢磨 我讲了这么些的话呢 虚劳篇里面在写作上有哪些特点呢 是不是啊 比方说 为什么在讲虚劳的时候 首先把脉相开头 首先以脉相开头 第三条先拿脉相开头了 开头呢 这个实际上体现的 以脉为刚 以脉参症 特别是虚劳病 你当你呢 脉病而行物病 不被本人或者是呢 家人所注意的时候 他虚劳已经开始了 这让你重视脉相 对早期诊断 对虚劳政治很有实际意义 这是呢 第一脉相打头 起的作用是以脉为刚 以脉参症 对不对 另外呢 让你分析 大脉的病例是什么 急需的脉的病例是什么 这个呢 让你分析病机 便于指导治疗 是不是啊 而且体现了 他忠实脉身 辩证的上 我认为 尽管是举例 或者说呢 是一些零散的描写 但是他突出的是什么呢 脉症核参 突出 虚劳辩病的过程中 一定要突出辩证 辩病与辩证相结合 突出辩证为主 这个特点 我觉得也是很鲜明的 在辩证失智的过程 在辩证过程中 也是实时围绕着 品慎的 阳虚啊 还是阴虚啊 是单一的 因此就是举例 说明就行了 重点放在 他这些 经方的创制 是怎样的一个 阴急政治 是怎样的一个 卖政和谈 特别是方药的组成 配物的原则 和他呢 质方的 这个原理 小建筑汤 几种体现了 是吧 所以我认为呢 他在辩证失智的这部分 我们还要讲很多的条文 现在我提醒大家呢 请看 开始这几条 肾的阴阳两虚 包括 硅之家龙骨母利汤 和天雄酸的这个方译 接下来就是 脾的阴阳两虚 偏于阳虚 小建筑汤之质 气虚者 黄旭建筑汤之质 脾肾开始就给你 奠基了 然后呢 他不去说 什么肾阳虚症怎么治 肾阴虚症怎么治 脾阳虚症怎么治 脾阴虚症怎么治 没说这个 而不厌其烦的 强调的这个正情是啥呀 阴阳两虚症 因为单一的哪个虚 大家都好像是呢 可以理解 或者是已经熟知 而阴阳两虚症 不管是从病机上 还是病情的临床表现上 都是相当复杂 在治疗上 又不是呢 就是 立竿见影的见效 他需要呢 就是在临床上 从缓折治本 急则治标这样的 基本原则上 随证价减 但是呢 就是效不更方 这个问题 在虚劳片里面 体现得非常充分 我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把虚劳片的主要特点 大概体现了这么几个方面 最后在讲完了之后 我再给大家总结 现在呢 我就算做一个提示 请你在每一个条文的分析过程中 在思考 它在虚劳片里面 有哪些特点 和你中医那科学里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有哪些相同 因为有疑通点 这堂课到这里 好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轮好 轮盖 可以下点赞 订阅 轮好 轮装 轮小帅